都是对小孩的这个对他这个消化道系统啊 都是很有帮助的 所以大家可以不妨就说试一试这些方法 我还想给大家建议一个啊 就是说在腹泻的时候 就是他讲中医这个按摩啊 他推拿他没说穴位啊 因为推拿他是有穴位的 所以呢那么据我了解呢 这个中医他是有几个穴位你可以治疗的 那么有一种方法呢 他是揉肚子啊 揉肚子就是说大家要知道 因为我们排便呢 结肠是在这啊 有横结肠降结肠 走向是顺时针的 那么在腹泻的时候呢 你就要按摩肚子呢 你要逆时针 逆时针揉 这是在中医就是说讲这个按摩啊 这一个方法 另外还有一个 我知道有一个就是中医讲啊 那个足三里穴位 那么对腹泻有关系 所以他刚才讲的这个推拿呢 还是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中医他有穴位 那他这种推拿实际上是利用了中医针灸的这个穴位 对穴位 所以说还是有他的 对中医主要是减经络呀 穴位呀 这方面起的作用 跟西医的原理是不一样的 这还有一个电子邮件 实际上刚才我们已经简单的谈到了这个问题 我们再来 我再来念一下 他说呢 肠益基综合症是否就是腹泻 是什么原因 怎么治疗 实际上这个肠益基综合症呢 它是一种病名 那么腹泻呢 是他这种病的一种表现 刚才我们讲啊 腹泻是症状 所以呢 腹泻可以是各种病的症状 不光是这种病 那么他有肠益基综合症呢 一定有腹泻这个表现 这是这个关系 就说这个腹泻基综合症 它我应该怎么样治疗通常 腹泻基综合症 刚才我也讲了 它主要是 就是说的是你神经方面啊 是功能性的 它不是气质性的 所以要调理你的这个神经系统的功能 就像这个神经冠症一样啊 要调理你的神经的功能 要吃一些安神安心的就是药物 所以一般中药治疗比较效果好 好 我们现在还有一位是云南的观众张先生 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专家好 你好 等于说是我那个 刚刚也看了一下你们讲的那个腹泻 它不是病 是一种症状啊 那么就是说是我最近 因为那个 我们有一些喜欢运动的一些 踢足球的朋友啊 有一个朋友呢 就经常会腹泻 吃什么东西就经常腹泻 那么我最近看那个 网络上有一个新闻就报道 有一个 从非洲来的一个黑人啊 在昆宁那里 好像就说是因为腹泻 然后到医院去检查 就查出有艾滋病 那么就说我联想到 我经常运动的一个 另外一个朋友也是经常腹泻 我想问一下 那么像这样的症状 会不会要对他保持一些 比如说距离啊 警惕啊这种 这么一个反复 就是注意一下 他经常腹泻这种症状 云南张献人的问题 提得非常好 实际上还是又回到了 我们一开始的话题 要不要隔离的问题 这个腹泻只是一种症状 那么不是一种疾病 那么他特别提到 说有一个从非洲来的一个朋友 那么也腹泻 最后检查出来 他有这个艾滋病 是艾滋病毒携带者 那是不是说 那只能是说 就是说有些艾滋病毒携带者 那么他的症状之一 对 是腹泻 但是并不是说 腹泻的人就一定是 就携带艾滋病病毒 对 他好像比较关心 就是说 要不要跟他隔离 就是说他会不会传染 这个我们概念要搞清楚 就是说 因为腹泻呢 它是症状呢 有很多疾病可以引起 那有一类它是感染性的 有一类它是非感染性的 那么对 如果它是感染性的 比如说 它是细菌呀 或者病毒啊 结核啊 这一类的啊 那你当然是应该隔离 你要避免跟他接触 像刚才他提到了艾滋病 当然艾滋病那个传播方式很多了 那如果他要是非感染性的呢 那你也没必要 就是那么怕他 就是 所以应该让他检查清楚 就是这样 这个如果他如果这个 这位先生啊 张先生如果担心的是 和这样的一个病人 接触呢 可能会感染上腹泻这种担心 那么如果是说 艾滋病毒感染到在这儿 我可能要补充一句 就是艾滋病毒的感染 只有通过体液和血液 所谓的这种病毒之间亲密的接触 或者通过呼吸 或者是什么食品 是不可以感染到艾滋病毒的 所以呢 我想这位张先生 不必要担心 他只要排泄物接触就好 对 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 我们刚才谈到了 就是老人腹泻 儿童腹泻 我们都谈过了 我看到有人专门提出 说孕妇腹泻 孕妇腹泻呢 比较危险 因为他怀着孩子 容易引起这个流产呀 或者早产 所以孕妇腹泻的时候呢 一定不要自己随便治疗 一定要到医院找医生 检查 要检查血啊尿啊 血啊 分辨啊 这个做这些检查 诊断清楚以后 对症下药 不要随便用药 特别是就是说 他不能随便用药的原因 是不是就是说 假如用药的话 会对这个胎儿会有影响 从这个角度 对 有一些药物是那个治胎儿期型的 所以有些像在抗生素一类的 像以前我们说四环素啊 一些药物 它可以引起胎儿的期型 所以呢 不要这个随便使用 所以一定要请教医生 而且要及早治疗 要不然会影响这个胎儿的生长发育 因为你腹泻嘛 会脱水啊 营养吸收的不好啊 那胎儿也就没有足够的营养 还有最后不到一分钟的时间 腹泻对人体最大的危害是什么 腹泻最大的危害主要是 它引起你这个人体的集体抵抗力下降 免疫力下降你就会得很多病 另外呢 会营养不良 维生素缺乏 这些呢 脱水 脱水严重了以后会危机生命 就是说腹泻 好像大家一般都知道 就是很容易造成脱水 就是因为排泄的过多 脱水严重了以后 是会危机生命的 对 好了 我看因为今天我们已经时间的关系 今天我们的保健园地的专家话题 关于腹泻如何治疗专家话题 那就进行到这里了 不过呢 请不要离开 接下来我们还有其他健康话题的报道 我们非常感谢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的 戴仲东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 同时也非常感谢 刚才各位观众和听众的热心的参与 提醒大家 专家或者医生提供的只是一些信息和建议 如果您真的有某一方面疾病的话 一定到及时到当地医院里 去进行面对面的诊断和治疗 以免耽误 再次提醒大家 除了通过短播和卫星电视 接收美国之音的节目以外 您也可以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用现场视频来收看我们的节目 并且浏览其他最新的报道和影响资料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海峡论坛由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联合播出 每周日邀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以及在台北的两位学者专家 就政治 经济 文化教育等各种两岸最新的热门话题 和听众观众们进行现场讨论 为海峡两岸听众观众提供一个理性客观的讨论平台 促进南岸人民之间的互相了解 欢迎回到保健原地的演播现场 关节致患手术常常需要好几个月的恢复时间 而且还需要住好几天的医院 服用高强度的止疼药 外科医生说 现在人们不需要住这么久的医院 也不需要使用止疼药了 医生如今让病人自己动手来控制疼痛 美国之间的拔挡 恰克打枪很少脱靶 不过肩膀受伤很可能让他以后不能打靶了 恰克做称赛跳运动员的时候 关节曾经脱臼 三十多年之后他必须得做关节置换了 老是撞到这个肩膀 通常这样的手术病人必须要住院三到五天 但是恰克手术之后大约两个小时就回家了 真是令人惊奇 医生说你当天就可以回家 手术前医生给恰克安装了止痛导管 医生把一根纤细的塑料管插入到连接肩膀的神经附近 导管连接着一根泵 泵中呈有安全剂量的麻醉药 可以调节菊麻的刻度 不过麻醉力度不够 可以增加泵的频率 这样就可以不断地通过导管注入麻醉药 就和牙医给你做的麻醉一样 病人要携带止痛泵三天 然后就可以拔掉导管继续服用止痛药 我们认为如果能够在最初的72小时左右 加大止痛的强度 随后疼痛就会一天比一天轻 医生说这样做可以减少对止痛药的需求 而且还能节约多大一万美元的住院开支 比住在医院里强多了 恰克甚至不久就能回到射击场了 准确简单的手术恰克又能命中拔心了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 今天最后我们来看 如果你很瘦你就健康 听起来非常简单 但是医生说即使磅秤说你很瘦 你也有可能有肥胖症 下面的报道告诉我们 一名妇女如何通过自己的惨痛经历 发现了这一点 即外表可能是骗人的 我们现在来看看什么是消瘦型的肥胖症 琳达德瑞克的手工活时她嫌不下来 我正在给她做一些放在沙发上的后备垫 琳达五十多岁了 一直都很健康 直到有一天她的胸部和背部有剧痛感 我当时认为只是压力引起的 我没有想到会是别的东西 但是情况要严重得多 她平常都比较低的血压 一下子升高到145 111 就是在那个时候我犯了心脏病 一般来说女性对心脏病的症状 做出反的时间比男性要长两到四个小时 但琳达等了三天才去医院 我的词汇里根本没有心衰或者心脏病这些词 因为我不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瘦病不能使你不得心脏病 因为瘦人也会有高胆固醇的时候 这个医生说你可能看起来很瘦 但是量量你的腰围 然后量一下你的臀围 把这两个数字相除 如果都是结果超过0.8 你可能虽然瘦 但是却有肥胖症 如果你腰围很大 但是臀部小 那么这可能是一个不好的迹象 就是你的脂肪可能都在肚子里 所以即使你瘦得可以每天都吃炸薯条 而不增加体重 你还是要运动 要消耗掉一份中耗的炸薯条 需要步行98分钟 或者骑54分钟的自行车 或者跑40分钟 当然这也不都与你所吃的东西有关 遗传因素也发挥一定的作用 琳达的父母50岁之前都得过心脏病 我很幸运 我本来可以会造成更大的损害 琳达现在通过注意饮食来供应她的压力水平 我不再吃黄油 我吃几乎所有的鱼 她还做一些实在感到高兴的低强度活动 我一直种花草和摄影 就这样把压力从她的生活里排遣出去 我现在累了 我就停下来 我认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因为你需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好了 今天美国之音保健原地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再次感谢戴总东博士参加今天的节目 也感谢各位观众和听众的积极的参与 最后还要提醒您 欢迎登陆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 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或者浏览最新的文字和影响报道 我们的网址是www.voachinese.com 下个星期六保健原地 我们邀请专家介绍癫痫病的诊断与治疗 欢迎准时收听收看 祝大家周末愉快 身体健康 我是林森 下次节目再见